听完秋生的诉说 道长将头探出去一看 结果却什么都没有 以为被戏耍的道长愤怒地将门给关闭 将秋生举至门外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口棺材竟以极快的速度朝秋生飞了过来 一个闪身躲开后 棺材竟将道长的大门撞破冲了进去 道长一掌就将棺材打飞 直接就划进了对门师弟吴长峰家中 吴长峰十分的愤怒 以为是师兄中发找来个僵尸 破坏自己的招牌 说着就将刚刚站起来的僵尸 重新打回了棺材内 本来僵尸是来追杀秋生的 显如今已经变成了道长二人的内斗 僵尸也成为了双方发泄的工具 被鸽子的皇妇贴重 摇摇晃晃地逃离了现场 而罪魁祸首秋生也早已顿走 消失在了原地 原来秋生是个盗墓贼 他将别人的棺材挖出来后 发现什么宝贝都没有 对着他一通难骂 如此的辱骂下 尸体立马誓变成为僵尸朝秋生追去 这才有了先前的故事 我们说回两位道长 这两兄弟道观开在一起 就在各自的对门 由于中发的道数更高 这让师弟吴长峰十分的嫉妒 经常名利案里的给中发十半子 在经过昨晚的事情后 师弟更是对中发十分的仇恨 两人争吵间 一桩生意找上了门来 当地黑帮老大的兄弟意外死亡 需要一位道长将尸体运往家乡安葬 但不知道谁的功夫更高 于是将两人一起叫来 比试一番后再做决定 刚一过来 吴长峰便发现尸体竟睡着高枕 于是走上前来缓缓说道 话音刚落 中发便将提前准备好的枕头 给尸体换上 一副早已料到一切的表情 这时的吴长峰急了 来到黑帮老大的旁边说道 老大我这个人是老老实实的 有什么就说什么 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你 这个四人长得张头鼠目 生前一定没做个好事 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你 这个四人一定要好好地处理 要不然会失变 还有 他的胡子根已经发现了 不信我刮给你看看 人家本来有胡子 刮掉了多难看 你要刮这位人兄的胡子 不是存心跟他过不去吗 我就老老实实的说给你听 这个密码 我是干哪行的 不必我多说了吧 我兄弟命短 早上路 这是我最伤心的事 老子有的事前 兄弟就这一个 不管你们谁的本领大 送我兄弟回乡安葬 这件事情 一定要过伴得妥妥当当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你 我兄弟这件事 我决定交给前师傅去办 最终 这门生意落在了中发的头上 而无常封败就败在话太多 再次失利的他心里的极度 已经开始扭曲 开始心生仇恨 中发将尸体弄回家后 连忙用立志木做的棺材 将其放入 随后再用可以震尸的棺材 兵将棺材兵死 指引他知道 这个黑帮兄弟生前 肯定做过不少坏事 死了肯定也是怨气极大 稍不注意就会变成僵尸 做好一切准备后 中发准备出发 然而他殊不知 无常封竟挂在马车底下 准备找到机会 就开始做坏事 深夜 无常封偷偷地爬进了棺材 将棺材钉拔出后 将棺材盖打开 利用月亮照在了尸体的脸上 希望他吸收月亮的阴气 从而湿变 还好关键时刻 马车碾到一个石头 把尸体给震飞了出去 无常封怕被发现 赶忙顿走 中发下来查看后边 已知道是无常封所为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得阻止尸体继续失变 于是中发利用罗盘 定位了一处其央之地 将尸体放了上去 随后贴上皇甫 开始控制尸体的尸体 随后再用火焰将尸体包围 现如今只需要防着 无常封出来捣乱 就万事大吉了 但中发万万没想到 还有一个秋生即将赶来捣乱 这使得他依然还在盗墓 但再过一会儿 他就会带着尸变的女尸 朝中发奔去 小伙子去盗墓 却撬开了一座新坟 他爬进墓室一看 死者竟然还是个大美女 女子身上满是珠宝 秋生拿得不亦乐乎 可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电闪雷鸣 女士身上的金属宝物镜 引来雷电 整个牧师瞬间就被雷电侵蚀 女士也就此时便睁开了双眼 秋生被吓了一跳 来不及闪躲竟被女士抱住 吸了一口洋气 随后整个牧师 砰得炸开两人来到外面 但诡异的事 这时的秋生做什么动作 女士就跟着做什么动作 他在前面跑 而女士就在后面追 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了中发这里 一个飞仆就将发弹破坏 秋生上前抓着中发 而女士的动作也同他一幕一样 将二人给踹飞后准备上前营救 但却被徒弟给拦住 中发于心不忍 还是将秋生给叫住 随后一脚提上去后发现了一样 中发告诉秋生 今天是阴月阴日 尸体最容易炸食变成僵尸 再加上女士又吸收了你的氧气 所以才会你做什么 他就跟着做什么 现在呢 你的身体里有他 他的身体里有你 你怎么动 他怎么动 你到哪 他到哪 师傅 他不是人啊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是什么 半人半尸了 半人半尸是什么呀 活尸了 两人交谈间 躲在一旁的吴长风 偷偷地将尸体给带走 随后私下恍惚让他吸收今天的引擎 紧接着吴长风还将手指胳膊朝尸体的嘴里为鲜血 而这具尸体也就此事便成为僵尸 朝着正在谈话的几人袭来 看到僵尸的一瞬间秋生赶忙躲在了一旁 中发眼疾手快和僵尸斗在了一起 单指施法准备控制僵尸 但先前用于戒法的道坛已被秋生破坏 中发的法术也失去了作用 吴乃只能用拳脚 暂时和僵尸都在一起 好不容易找到机会让秋生帮忙控制 中发赶忙咬破中指利用纯阳血点在了僵尸的内心 五十岁的童子血威力很大 一下就将僵尸给彻底支柱 中发大怒 来到旁边叫吴长风赶紧滚出来 小吴 你在哪里啊 快点出来 我们八蛋 快点出来 小吴 快点出来 快出来 吴长风自然是不敢现身 这具尸体已经变成僵尸 但中发也不敢将其烧掉 因为这是黑帮大哥的兄弟 必须得按照要求运送到目的地 为了避免吴长风继续捣乱 中发在当天晚上找了个酒店落脚 并且秋生也一同跟了过来 因为他还有秋于中发 需要他忙完后帮自己解决掉这个女尸 到了酒店后 中发将尸体藏好后 觉得附近的风景十分不错便外出溜达 秋生和土地闲来无事也打算出去找点乐子 于是他们将女尸给绑起来后 结伴来到了酒店的酒吧 结果遇到了一个军阀正在思念故人 似乎他的老婆早逝 秋生准备上前安慰 但看到他手里拿的照片是秋生怂了 这不正是那句女尸吗 恰在这时 一个小兵来告诉大帅他老婆的坟墓被人挖了 而且根据调查挖坟的就在酒店内 于是大帅将整个酒店封锁 很快就把得知风生准备开溜的秋生给抓住 而且还发现他的老婆就在这里 看到老婆站着大帅还以为他活了 但却被告知只是半人半事 大帅准备将所有人都相逼给老婆陪葬 中发为了活命告诉大帅自己有办法救回女尸 但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 死了就是死了根本不可能救活 可大帅真信了 立马安排中发去复活老婆 见所有人都不在僵尸的身旁 躲起来的吴长风再次现身 准备继续对僵尸动手动脚 遇到僵尸不要慌 没什么僵尸是一发大帅解决不了的 僵尸瞬间就被大袍炸成了粉丝 而这只僵尸落得个尸骨无存的局面 全都是因为吴长风的异己私欲 他为了破坏自己师兄在赶世这行的名声 竟悄悄地来到中发停放僵尸的房间 以八卦反射的月亮阴气来喂养僵尸 希望僵尸实力变强来让师兄无法应对 让他名誉扫地 就在吴长风快要成功之时 他诡异的行踪被大帅发现 当场就僵尸抓了起来 随后大帅来房间找到正在为他复活老婆的中发 告知了他有人动他僵尸一事 中发一猜就知道是谁 赶忙来到大厅将师弟吴长风筹骂了一对 消气后便让大帅将他松绑 吴长风并未感激 而是诡异一笑后看向了僵尸的方向 这时的他已经狂兴大发 普通的绳索也对他没用 支架也在片刻间长出几厘米长 大帅命令手下开枪但却没有丝毫作用 于是中发赶忙吩咐大家停止呼吸 僵尸不停地在大厅内寻找 似乎在找他熟悉的味道 来到中发面前后 僵尸一把就朝他抓了过去 似乎中发就是他想要寻找的猎物 由于此处没有法坛 中发的法术也没有任何作用 只能被僵尸追得满屋子逃跑 他知道是自己的这个好师弟动了手脚 于是赶忙向他询问解决的办法 然而师弟却提了一个十分过分的要求 那师弟你动了什么手脚 有这么多人在这儿 又有大帅作证 只要你当着众人面前大声地说 我无能 我就把秘密告诉你 饶你一命 为了自己的尊严 中发闭口不语 但带来的代价就是僵尸疯狂地朝他扑来 眼瞅着自己就要坚持不住时 中发终于按照吴长风的要求 将话说了出来 我无能 大家听到了 他承认他无能了 对啊前真人 杨子汉大丈夫 你应该能屈能伸才行 就是嘛 得到了满意的回答 吴长风没有实验讲出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他在养僵尸时 在他的鼻子处抹了中发头上的发油 所以僵尸才会一直追着中发药 中发大骂吴长风卑鄙的同时 拿出手帕将他鼻子上的发油擦了 果然僵尸没有再继续追着中发药 但大家却惨了 发油一擦僵尸闻到人气 开始见人就追见人就咬 两个小兵瞬间就被秒杀 其他人怕了 连忙战争一排接连开枪 但作用却是微乎其微 僵尸开始发狂 追着满屋子的人四处奔跑 很快便不见了踪影 趁此机会大帅赶忙指挥大家 拿出绳索在屋子的四周榜上 制作了一个陷阱 等到僵尸再次跑过来 是将他彻底制服 很快僵尸重新出现 而他也果然被绳索控制 被大家合力给掉在了半空当中 掉落的一瞬间 就连头顶的灯具也一同落下 彻底把僵尸砸了一个七零八落 这时的他还在猖狂 但当大帅将自己的法宝拿出来 使僵尸彻底懵了 仅仅一炮僵尸就被消灭 炸了个粉身碎骨 僵尸消灭后 大帅便吩咐中发继续去救活自己的老婆 但几个人心里都心知肚明 已经死去的人怎么可能救活 于是他们撒腿就跑 故事到此结束 感谢观看